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好久不見 我今天要來和你們分享的是LV的Multipulsion Accessory 然後呢這個包我已經用了它三個月了 它是我在九月底的時候購入的 因為它這個包是九月二十七號開買的 那我現在就開給你們看裡面裝的是什麼 那如果follow我IG的話應該就會知道裡面是什麼顏色 然後就在這裡 這一顆非常熱門的一個包款 就是非常長壽 現在在專賣店你幾乎也找不到 因為它這個包太熱門了 就是很多人要問但是都買不到 那一開始大概是2019年九月的時候 就是Instagram你會看到很多influencers 他們就是背這個包然後po照片 然後那時候就是一直被燒一直被燒 像Armisson或者是Carafragni 還有一堆就是一堆名人 還有 呃 時尚部落客他們都在背這款包 然後那時候看到的時候就超級心動 就想說不行 就是自己也很想要購入一個 然後就會覺得它的價格還蠻可以接受的 就是那時候是我在捷克買的是33500 那時候覺得這個包還蠻划算的 因為它有三個包款的商品都是結合在這個包裡面 像這個小的pochette還有一個大的pochette 那它這邊還有附一個零錢包 然後這個肩帶也是非常的 呃...時尚 它是有兩個肩帶的顏色 就有粉紅色還有墨綠色Kaki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Kaki比較 呃...好搭配就是我現在穿的衣服 我覺得粉色也很美 但是墨綠就最近很流星 然後我覺得如果要藏酒杯的話 墨綠比較不會髒掉 因為粉色可能用久了那個粉色會變得髒髒的 所以我就選了墨綠色 我那時候預購的價錢大概是33500克 大概是44700左右 就是它販售的前幾天它又漲價了 因為就是太受歡迎 所以它可能覺得不賺白不賺 就趕快又漲了幾千塊這樣子 那現在台灣賣的價錢大概是54000 然後歐洲的價錢是1250歐 這個包包現在非常的難賣 就如果你基本上到店裡的話是很難有獻貨的 我那時候9月預訂的時候已經有很長的等候名單了 就有了解我們這邊的LV的話 它是只開放給VIC客人做預訂 那像那種旅客是完全不可能預訂的 旅客你買到買你只能去店裡問通通運氣 但是可以買到的機率基本上是1% 然後如果你真的很想買的話 我建議你到你自己當地的LV店裡去問銷售看可不可以預訂 但我不知道每間店是怎樣 因為有些店它可能只開放給一些VIC的客人預購 所以如果你不是VIC的話 可能要預購的話會非常的難 但是你還是可以去問問看 因為每家店都不太一樣 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就是很想要立馬有現貨 你可以到一些二手網站 他們會有一些現貨 有可能是代購他們搶到現貨放上去買的 但是價錢就會比較高 他們大概都是買2000歐以上 我很少看到2000歐以下的 可能你要找特殊的管道或者是代購 那我會貼一些連結在資訊欄 那那些二手網站是比較有保障的是 他們會驗或驗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他們才會寄給你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有保障的購買方式 先給你們看一下他的細節 我這個已經用了三個月囉 所以他不是全新的那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他這邊的顏色有色差 你們看一下這邊是天然牛皮飾邊 所以他的顏色會變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這邊已經有色差了 這個是一直待在外面 所以他比較常被陽光曬到 所以他有點曬黑了 那這個的話就是皮膚還是白一點的 像LV的這個天然牛皮 他會隨著時間 然後慢慢變色 如果你常曬到太陽的話 他的顏色就會變得比較深 那如果你碰到水質啊下雨的話 他也會有一些痕跡 試用痕跡 然後你們看一下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剛買就滴到水 我就超級心痛了 但是你用久了之後就已經無感了 反正東西都基本上是這樣 你們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裡有一些水質 然後這邊也是 弄天然牛皮的飾邊 那這裡有個小零錢包 這我覺得他超級方便 你可以拿來裝零錢啊 或者是我拿來裝耳機 就我覺得非常方便 像他這一個包包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我最近真的超常背到他的 因為他很輕 然後又有很多種背法 像譬如說 你一整天要出去 然後你晚上要參加一些晚餐啊 餐會等等 或者是派對等等的 你就可以 早上白天的時候 就背這個整個包出門 那晚上你有需要比較吃飯 或者是派對的場合 你就把這個肩帶拆掉 就變成這樣的鏈條包 那我都比較習慣是兩個放在一起 那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就這樣子單獨一個 有非常的小小可愛 然後可以裝一些口紅啊 手機 一些小東西在裡面 你也可以把這個小零錢包掛在這邊 就變成三個包包一起 或者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就是那個小零錢包在這邊 有點就是KK的 所以我有時候會放在這邊 然後就這樣背出去 就非常的方便 它這個綠色肩帶是可以調的 它最短是37公分 然後最長可以調到56公分 然後我喜歡背短一點 所以大概會背在這邊的位子 像這個鏈條 你也可以拿來用在LV別的包包上 如果你有任何LV的包包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現在用在 其他的包包上面 我覺得也非常的好看 就很實用的一個 就像這樣子 是不是也很搭 給你們看一下它裡面的容量 那它這款大的裡面還有一個小的口袋 然後這裡我會拿來裝耳機 我覺得放在這裡還蠻方便的 但是有些人會拿來當零錢 就看你怎麼放 那像這款大的話 我裡面會再放一個 類似這種小包在裡面 然後零錢包 卡包 那這層的話 我會放一些 紙啊 或者是 綁頭髮的 比較重要的東西 我會放在這一個 那比較不重要的東西 我就會放在這個 小的 Mini Pochette 護唇膏 手霜 小香水 還有最近感冒 有的 最近感冒要試的 吼糖 還有這個 衛生紙 手機的話 看你要放哪一層都可以 就我覺得真的還蠻夠放的 那這個大概就是它可以裝的容量 非常實用的一款包款 今天的Review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